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林峰 中国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了2021年版本的这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其中呢就包括禁止非公有经济 还有这个非公有资本啊 涉足新闻媒体业务的这个六项内容 那么从禁止新闻采编播发呢 到不得编译转发外媒的新闻 甚至呢是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这个评奖活动 可谓说是一网打尽 那么这项拟议中的新规定 对于财新传媒这样的民营媒体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构大新闻门户网站又意味着什么 那么知名境外媒体在中国经营的中文网站将会何去何从呢 那么未来的中国新闻媒体上 是不是只会剩下新华人民和央视发出的同一种声音呢 实在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 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第一位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 欢迎吴作来先生 吴先生好 韦石先生好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博讯新闻网站创办人韦石 欢迎韦石先生 谢谢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就想先请韦石先生您来谈一下 就是您怎么看这次这个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份清单呢 我们看到有一种声音啊 就是说这个有关的这种禁令 就是说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这个新闻传播领域 这个新闻领域是一直就有的 但实际情况好像也不是这样了 您来给我们分享您的体会好吗 我觉得从中共一直以来对新闻这个行业的掌控来看 一直其实他是在怎么来管 因为英特网后来这个新媒体时代呢 不断的变换 这次他出台的这些内容呢 对于这个非公有资本进入这个文化产业呢 其实以前已经提到我很多次 因为从公开正查到的来看呢 我查了一下 就05年他就出台 就是国务院发布有一个关于非公有资资本 进入文化产业若干决定 里边呢 其实他的那个出发点呢 就是调动传民 传社会来参与这个文化建设 什么增加中国 什么在这个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他出发点是 但是他允许就是非公有资本呢 进入一些领域 包括这个参与电视啊出版 但是他里边强调了 就是国有资本要控制51%股份以上 其实能看出来他是为了强大自己的这个宣传领域 但是呢 他强调国有资本的比例来控制 这其实是胡温时代了 那后来就是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了 像财新网啊 这些就是民营的这些平台就发展很快 实际上他们的声音已经压倒这个可信度啊 或者老百姓新中地位呢 超过这个什么新华社之类的 那到10年呢 其实他又一个新闻出版署发过一个 就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里边也是说 但是那次是鼓励说鼓励和支持非公有文化企业 充实印刷发行等新闻产业有关经营活动 其实那是10年也是胡温时期 其实还是就是还是鼓励的一种姿态 但是呢就是10年这次就没有强调是国有资本的控股 就不再提出控股百分之多少了 但12年12年是等于是新的领导班的上台嘛 那里边就说就出版就是也是新闻出版总署 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实施办法 其中有一条呢就是 明令禁止在报刊编辑或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业 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其实这时候已经提到这个就是有点禁止了 然后17年呢 他又这个有一个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然后呢他就是要强调这个采编要分开 其实就是不让编辑嘛 就是只有知识经营不让编辑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知道 就是几个大平台 比如腾讯啊什么新浪啊 很长时间他们是不可以采编 但后来宽松以后呢 他们可以做一些娱乐 体育 但是呢 今年就是出裁这个政策呢 其实我们能感觉到 他这个确实和以前也不一样 所以以前他一直强调这个对这个非公有资本的进入的一些限制啊 或者是一些引导啊 但这次呢 就像刚刚刚你就是提到那些 他囊括的很广 而且他连这个编译啊 什么明确就是文就是体育文化是吧 都不许采编 这个其实呃应该说这次比以前来说确实严厉了 应该是 是的 是的 的确啊 我们看到这次他这个六个禁令 就是说呃 就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中介绍的那样 就是呃有点是包罗伴像是一网打尽的这种感觉呃 非常的就是这个面波及面已经很广了 就甚至连这个呃这个编译或者采这个这个编辑或者是引进这个境外新闻都不不允许 那我就想接下来请这个吴作来先生您来跟我们呃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个这个现在大家的这种感觉啊 特别是在这个呃 在互联网看到一种声音 就是说这个这个掉头是180掉头是非常的这个动作非常大 而且跟这个十年前呃有网友就把这个十年前的这个通告啊 拿出来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十年前这个中国呃出版总署曾经发文啊 是鼓励非公有资本的进入这个新闻出版产业 当然他用了一个有序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词哈 但是现在仅仅十年的时间 这个现在中国国家发改委就又来了一个新的通知 就是说全都不让做了 而且就是有点是全面堵死这样感觉 那您怎么看这种转变的 这个十年转变是不是太快了呢 是呃一朝天子一朝一朝成 一朝天子他也会有有有自己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决断决策 那习近平呃上台之后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在全面的恢复文革的那些方式和做法 那他是一个经济文革的人 他就希望伟大领袖一个人发出声音 全国人民都能够拥护啊 领袖一挥手 全国人民前党都要共同的去去执行 如果有很多的声音那就会干扰他的这样一个领袖的微传 所以他在2016年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这样一个新闻出版工作回忆 他就年龄所有的媒体新党 然后就视察了这个新华社的媒体 然后新华社这些媒体都在自己的这种大标语上面写上 新华社新党就这样的一个标语 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才2011年前后呢 我当时还在北京就参与过这样一个讨论 这些讨论 那当时包括体制内的一些学者都认为 那党呢 共产党国人民日报新华社 其他的这样一些社会媒体应该是自由的都立的发展 共产党不应该把这个手伸得太长 当时几乎是形成一个共识 就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共识 那现在这种这种改变的话 就是共产党要把所有的 就新闻类的声音类的评论类的东西 全部囊括在自己的这个控制之下 这样是他的这个党的意志完全能够上行下达 然后这个所谓的负能量 不同的声音全部被消失掉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 和重要的媒体平台上面 基本上都是这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的消息 包括山西发那么大的大水 我们知道的消息也是熊花社的消息 其他的老百姓的消息 有时很难很难传播出来 很难通过主流的渠道传播出来 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在2012年之前 实际中共在内部 实际是有共识的 刚才卫士先生讲了那么多的条例出台 都是希望整个社会有更多的声音 或者有更多的资本 来把这样一个文化产业 把它做大起来 所谓的振兴国家文化 这样一个概念 才当时是一个共识 我当时在 2005年前后我就接触到 因为工作关系 接触到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布赫 我当时就当面跟他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 出版管控的这么厉害 书号还要买卖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一种 更自由一些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互联网可以 也就是说当时 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这样一级的领导人 已经重视互联网的自由度 而且是他们内部的共识 这是我亲口听他说的 那现在这一代的领导人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在改变以前的做法 是这样 好 谢谢 吴子莱先生的分析 的确就是说 这个十年间 这个政策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应该是掉头 那我想就是请维师先生 来继续跟我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新的规定 现在虽然说还在征求 社会这个意见 但应该说八九不离十 就是这个样子 那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 或者说是有官方背景的 这个学者就解读 有一些解读 他说以往那些非公资本 是以那些不合规的这个投入 日后 今后 新的规定出台以后 将会被逐步的清理 那么对于媒体而言 有没有非公资本的进入 都要特别审视自身的 这样一个发展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像刚才您谈到了这个 胡舒立的这个财新传媒 这样的一些比较有这个公信力 社会公信力的 比较有这个 就是说这个口碑比较好的 这些媒体 那对于这些媒体来说 他们将来这个路 还有没有了 他们还有没有生存空间了呢 我觉得现在财新这样的媒体 或者是新浪 甚至是平台 他们可能都在琢磨 到底下一步怎么办 我看有些解读 国内也在分析解读 好像都是 就是说什么规范化 什么大化 中国这种往往出台 有什么政策的比较粗 比较这个就是不具体吧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 整直到时候它很严峻 但是怎么施 实际上财新 他们怎么面对 现在大家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不过像中国这么大的媒体呢 他们背后呢 也就都有相当的背景 就是看看他们这一番 这个较量过程 到底会得到什么 会失去什么 但是你要按这个 最近这个几大平台 或几大特别大企业 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本的 这个被国有的 像所谓的好像 以前搞的公司合营 这种做法呢 我就像财新 他们这样的媒体 如果他们很赚钱的话 可能就是会被政府呢 以某种形式 就把这个股份拿去 变成一个国有的 这种是最可能 因为它已经影响力 这么大了嘛 我觉得让它消失也不可能 就是进一步控制 然后让它就是符合目前的条件 可能是他们的出路 他有没有可能 您认为就是说是挂靠在其他的这个政府机构 或者政府部门下面 让政府逐渐的接管财新传媒 这样的可能性会不会存在呢 这些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些形式上的东西都不重要 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以后 类似财新 甚至一些自媒体 它会以某种内容上的变化 和管控上的变化 所以中国就像吴泽来先生刚讲的 是吧 就是你现在中国已经很难听到一点 真实的声音了 那以后这些媒体再一转型的话 中国可能就越来越像 我们简单说就像文革世纪 或者像现在的朝鲜 现在我觉得现在它各种变化 从经济上到这个政治上和文化上 它的方向其实我们比较明显的看到 也就是往那方面走嘛 所以现在就我觉得在中国管控 就转型也非常难的 就是说现在 财新他们这种网络媒体 或者就现在就大家这么多社交软件 它怎么管控到每个人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至于这大平台他们的转变 我觉得是基本上不可避免 肯定它内容上会变化 好的 谢谢 吴泽来先生 我们也在接着关注一下 这个新的政策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看到 其实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的公众 已经非常习惯 通过门户网站 来获取新闻 就比如说像几大门户网站 当然现在的门户网站 也就是说大家获取的 这个途径越来越多 包括像这个微信 还有像经常用的 中国的一些民众 经常用的一些软件 像这个等等 那种手机的APP之类的 那这些新的规定出台以后 这些门户网站 包括这些手机APP 还有就是说这个微信 其实他们也过去 也都是在转载 这个党媒和官媒的新闻 但是这个新的禁令之后 对于这些渠道 他们的影响打击 您认为会不会有呢 还是有人说不会有 您认为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影响会非常大的 就是这些大的平台 试出了这个自己独立的采编船 所有的媒体都是同样的 这个重要的 就是来自新闻出道 都来自新华社的时候 其实是把所有的这种 媒体的这个重要的过性 都丧失了 那媒体应对呢 就是一个是应对 一个是没办法应对 就像杨黄春秋 当时面临的那样 那就被收编了 那有些重要的媒体 也就可能像杨黄春秋那样 被拿走了 杨黄春秋本来是独立的 后来拿走到我们 那个中国艺术研究院 变成一个官办的一个媒体 它的过性就没有了 至于它能不能做大做好 中共它不管这个 另外就是一个应变 什么应变呢 我们当时在写播客 写微博影响都非常大 也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也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 那中共就进行一个 打击的时候 这个腾讯就发明了一个微信 就这个播客和微博 是一种公开的说话 在广场上说话 微信呢 是把所有的人 都打到地下道里面去说话 在地铁里面说话 或者在房间里面说话 一部分人在那儿说话 就这样说话 就已经被打到地下了 就人民的声音 已经被打到一个 非常低的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它仍然可以控制你 李温亮发一个短信 告诉这个武汉 这个新冠这个状态 仍然会被抓起来 所以这个监控 还是无所不在 但是在这种状态 以前的状态下 还是有博弈的空间 就不断的这个政府管言一下 老百姓的这个退一步 老百姓向前走一步 政府再打一下 现在他是要把这个博弈的空间 灰色的空间 也封闭掉 就告诉所有中国社会 发布信息的传令 没有了 没有了 那以后微信 大家把自己的生活发出来 会把自己入到的一些困难 一些事态发出来 那算不算发布新闻呢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 它会引发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所以政府现在做这个事情 真是一个造型仪式 完全是在逆整个社会的 经济或信息 科技的潮流而动 就很难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是这样 好的 谢谢吴索来先生的分析 那么维师先生 就是还有一个领域 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就是说这一次的 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 就是说在中国 还有一些这个外媒经营的 这个中文网站 那么虽然其实这个 在过去这个十多年来 这个很多这个知名外媒的 这个中文网站的 其实也都被屏蔽 或者封杀掉了 比如说这个纽约时报的中文网 比如说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其实现在在中国的大陆 都看不到了 但是还有一些是在这个 甲缝东还在生存着 就比如说比较有名的 应该说是这个金融时报 也就是金融时报的中文网 应该叫FT中文网 它还是 但是这个这个网站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本地化 那但是呢 这个这个网站 应该还在还在这个存活之际 那就是说您看 就是未来 这个外媒的中文网 他们的前景怎么样 是不是说这些网站的生存空间 也就没有了 因为这次的建议真的是 应该说是一网打尽了 您认为他们的前景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年呢 就是国外的这些网站 哪些就是国内让看得到呢 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提到的FT是吧 它肯定它的那种要本地化呀 或比较符合当地就是 政府这个导向的 或者不太冒犯中共的情况下 才可以存在 或才可以允许看到 因为中国这个封网呢 可能世界上 我其实去了一些其他共产主义国家 都没有封网 像缅甸 老挝 什么越南这些共产主义国家 都没有封网 所以中国的封网已经是 很资深 很久的一个做法了 是吧 封水不封水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总体的这个环境呢 这个言论环境呢 已经非常就是严酷 所以呢 就是说不本地化 或者没什么 不什么敏感的可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外美的 这个封锁不封锁呢 对中国的整体的影响 可能不是很大 我觉得影响大的 像刚才讲的这些社交媒体 其实以前比如说微博 博客什么 后来转了微信 微信也是封号 或者什么情况下 这点是不是新闻 怎么惩罚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 我们看到 就是像罗昌平 一个沙雕连 是吧 就可能要判刑 否则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他这个言论空间 整个这个 整个网络这个 网络世界上的 任何言论的这个 到底就是灵活度 或者自由度在什么地方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外美呢 这么多年呢 他我认为这么多年 作用呢 不如这个民间的这些声音 更广一些 他外美一些权威啊 一些大的东西 因为毕竟它是少嘛 从量上到时效性 会比较少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中共呢 他是很容易控制外美这一块 但难控制的就是民间的这一块 好 谢谢您的点评 就是先来我想请吴兹来 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出台这个新的政策 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当然我们刚才两位都已经谈到 就是历来都是严格的这个限制 中共一来是严格的限制 这个新闻媒体 那么这次的这个动作这么大 您认为它是目的是什么呢 是有一种分析说 说这是为了这个收紧对资本的管控 还有说呢 还有人当然也认为就是不可避免 就是说是要这个封杀这个新闻自由 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新浪网上 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教授 应该是原来中国季协的这个主席啊 他现在是这个中国传媒大学 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传播院的 这个主任叫顾永华 那他说呢 中国的新闻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官 指导下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担负着这个反应舆论 引导舆论的重要任务 那说中国的媒体不同于一些国家的媒体 是为利益集团而服务的 那他就表示说 这次的这个新的规定的是 防止这个非公共资本的来进行 对于舆论的这种干扰 您认为这种解释 您认同这样的解释吗 是不是这样 这个目的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呢 我认为他的解释是比较荒谬的 因为他不知道 马克思曾经说过 马克思是尊重新闻自由的 他认为这个新闻管制 是一种丑恶的现象 不能 全世界的花朵 不能同一种颜色 这个马克思在他的这个 今年著作里都有很多的描述 那共产党现在的这种 这种管控的话 是双重打击 一个是打击这个资本 他就在这个民间的资本 非公资本 这个做大之后呢 影响到共产党的这个统治 因为这些力量的话 他有资本 他有自己的逻辑 他不仅说 他参数到媒体之后 他说真话 发布更多的这个真相新闻的话 老百姓就会喜欢他 就会拥护他 那共产党的这个媒体 就没有人相信 所以这个资本的力量 他有他的正义的一面 另外资本呢 确实有他的利益集团的倾向 比如说他会跟中共的官员 进行一个合作 收买中共官员 中共官员要经他进行处罚的时候 他就从个贿赂的方式 就把这一关给过了 这两点 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 都是特别看不惯的 或者是特别记恨的 所以他现在 对民间资本的这种打击的话 他是双 是进入两个目的 既是为了这个争夺话语船 另外呢 就是希望 共产党的这个资本的力量 能够控制这个话语船 好 谢谢您 没事 现在我也想听您的看法 就是您怎么看这次 就是说不断地收紧 这个新闻自由的空间 这个问题 到底它是为了限制资本呢 限制这个资本 对舆论的这种绑架呢 还是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管控呢 我觉得这个 他有他这个 他的做法呢 有一个是他的倾向性 他倾向于一直就是管控言论 尤其是新的 这个这一届领导呢 上台以后呢 他更严厉 但还有一个大环境 我认为呢 因为这些年的中国的经济啊 大家能看得到的越来越不好 然后要出问题 其实中共我听说 前些年我就知道 大概三年前了 内部就有一个预估 他们说025年之前 到22到25年之间呢 中国社会可能要出现一种动荡 这种 就中共呢 我观察了 就是相对 相比其他国家的这些共产党呢 从好的方面说呢 就是说 他比较聪明 比较智慧 他其实本来没走一步 就是精打细算 就是而且做了很大的提前量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 他这个除了意识形态的管控 他有习惯的做法 现在还有一个 他对这个社会下一步的这个预估 他的预估不乐观 经济啊各方面不乐观 所以就是你说现在 这个经济搞垮 是他有意 就是说 故意就把这经济 砍掉了很多外体啊什么的 是他没看到这个后果吗 我觉得他在做这些动作之前呢 他就想到将来的控制 为他的控制政权 所以不计后果 同时呢 就是他认为这个舆论 控制在这个 这种特殊情况下特别重要 所以呢 他现在要继续收紧 这是我的一种分析 好的 谢谢您 那么吴杜莱先生 就是经过这一轮一轮 一轮又一轮的这种打压之后啊 您认为就是未来未来三五年 就将将来这个新的政策落实之后呢 这个中国这个媒体生态圈子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是不是就是天下都变成一个声音了呢 是这样 媒体就只能做一些吃和玩乐的 这样一些风花雪月的内容 不会跟中共的这个主流声音 进行一个对抗 不会有不同的声音 这也是中共最高层希望看到的 因为现在他们就是有非常 深重的危机感 习近平多次提到要 有过蟹山 这个过草地的 爬蟹山过草地的这样一种准备 中国人民这个 这个是打不垮的 其实是共产党面对的 巨大的一个危机 这种危机呢 它的应对呢 它就是希望把这个代价由人民来扛 人民看不到自己 普遍发生的这样一个苦难 所有的问题都被打压 强力维稳 某种意义上来讲 现在这种云能管控啊 是它的维稳的一个方面 那在文革的时候呢 毛泽东是替开党为老革命 就是革命委员会 才控制这个国家 不是共产党才控制国家 那现在看起来 媒体是被共产党控制 其实是媒体正在一步一步 被真实化管控 也就是说国家如果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 它要对中国国家 实行一个真实化的这样一个管制 不是说党才管理这个国家 而是用军队的力量 警察的力量 才得整个中国进行一个管控 因为它这个能源危机 经济危机 国重危机爆发的时候 人民有可能会起来 推翻共产党 如果声音多了 发布的出道得多了 那这种声音就会唤起民众 起来进行共产党进行一个抗争 所以它现在是在做一个 最危机时刻的一个 尊策化国家的一种准备 是一种尊正时代的一种思维 它不是仅仅是一种党化思维了 是这样 好的 谢谢您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想接着想请这个 维师现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它这个政策出台以后 像这个南华早报 它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南华早报 是有这个马云旗下 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个资本 它会不会撤出来 那他们这种媒体会怎么样的 我觉得你讲的 这个是海外整体的一个 我们需要关注的吧 其实这些年呢 就是中共在海外呢 不管是它控制这些媒体 投资这些媒体 其实包括美国西方这些 西方和美国这些独立的这些平台 多多少少都受中共的影响 包括推特呀 什么脸书啊 YouTube是吧 一方面他们是用广告啊 或一种他们里边那些人的一种互动或运作 另外一种呢 他们有很大量的水军 在引导这个西方的这种舆论 包括我这个孩子才十几岁 他在YouTube就注意到 只要涉及中国话题的英文的这些一些视频 下面就有一些这个就很神秘的这些就是跟贴啊 或他有说句话马上就围上来就是就说一些中国官方的看法 就是中国这些方面投入非常大 所以你讲的这个南华早报 现在他们直接控制呢 他们想怎么弄怎么弄啊 他有可能他保持一点中力 然后就是说来提高他的这个知名度 提高影响力 或者他干脆就让他就是成为一个猴使 这些都是可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由于实验的关系呢 今天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了 我们再次感谢吴作来先生和韦时先生 参加我们讨论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林峰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